小时候老师都说做人要诚实 直到我的高中同学靠作弊考上台识大 加上最近我看了 马斯克传 我确定了拥有变通思维 懂得搭便车 转漏洞 迂回侧镜 退而求其次 才是真正寻求成功的不二法则 当然这本书不是要教大家说谎 套用我老公说的一句话 我只是没有揭露全部事实而已 你又没问 嗨 我是Neko乌喵 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Hello guys 我是Neko乌喵 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 变通思维提出的概念 其实不算新鲜了 相信念法律的小猫 或喜欢看律师法庭剧的小猫 一定对钻漏洞这个概念不太陌生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够糟糕 Neko 你确定你要介绍一本 又大便车又钻漏洞的书 不过啊 变通思维 可是剑桥大学比尔盖茨 IBM都大推的四大问题解决工具 今天如果不是用在旁门走道上 而是堂堂正正的解决改善 延缓问题的发生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就像马飞可以是毒品 也可以是舒缓疼痛的药品一样 工具没有对错 错的都是使用方式 这本书总共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作者详细说明 四种不同的工具该怎么运用 第二部分是如何活用这四种工具 让变通方法实际在工作中运用 我看书这么多年 这类的主题真的还比较少接触 真的是颠覆我的想象 接下来我会举例四个故事 分别介绍四种工具的思考法则 最后说说我对这本书的感想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搭便车的变通法跟生物课上过的 共通关系很类似 有可能是互利 骗力或寄生 那YT上常见的生态就是一字诀 秤 大的秤大的就是互利 小的秤大的就是骗力 据技生嘛 比较像是攻击别人的那种影片吧 毕竟被攻击的对象会损失名气 甚至被网友攻击 但攻击别人的对象嘛 也很不好说 弄不好自己也就黑了 以上就是简易的人际关系生态链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珍汉塞门贝瑞 趁了可口可乐 成功将腹泻药送到上比亚的故事 上比亚是非洲内陆的国家 在这个地方 他们介入之前 每五个孩童就有一个在五岁前丧命 其中造成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 腹泻造成的脱水 拉肚子拉到死 在这里不是一句笑话 事实上如果一直腹泻 只需要简单的急救药品就可以治疗 而且不会太贵 但家长们遇到的根本问题是 这些药因为交通问题 没有办法达到内陆 而且还有证局不稳定等等的因素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靠一般管道运送药品 但是这个鬼地方没有救命药 却有可口可乐 没错 可口可乐不走一般运输 当地的小贩甚至会用脚踏车 运送可口可乐 命可以不要 快乐肥宰水不能不喝 所以蒸想出了一个方式 他们设计了一个包装 可以夹在可乐瓶的缝隙中间 并且在里面放上使用说明 和药品以及肥皂 在当地的零售商上架 卖给当地的居民 当然这中间遇到了很多问题 例如肥皂要怎么样放 才不会跟药品混淆 成本与售价民众能不能负担等等 当然可口可乐也不可能让他们 就这样一直蹭下去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让通路中间商 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利 有钱赚 自然有人愿意帮忙 把这个机构自动化的运作下去 蒸汗贝瑞才能放心的 去拯救其他国家 除了这个故事 书中还精彩的介绍 各种各式各样的案例 我自己认为 Airbnb寄生别的网站来壮大自己 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搭便车的思维逻辑 核心就是 着眼于壁垒之间 而非壁垒之内 想想可以怎么样搭上别人成功 去追求你自己的利益 横向思考 有哪些人 事 物 是可以运用的资源 钻漏洞的成功案例 往往是不直接对抗契约 宣称该契约应该作废 而是反其道而行 让这个契约不可能执行 白话文就是 在游戏规则内 找游戏规则外的漏洞 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绝命律师 根本是钻漏洞大百科 之中有一句话很实在 有时候社会的不公不义 的确需要解决 因为法律的正确 不见得代表道德正确 找到正确的漏洞 可以帮助人和群体 说到这个 我很好奇大家是 情理法还是法理情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吗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 德国共产党 阿图尔·埃威特的辩护案 他在1930年到巴西 参与反抗热图利奥 瓦尔加斯独裁暴动 并担任领导角色 起义失败后 在狭小的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多 期间反复受到各种 骇人听闻的酷刑 可是他在被逮捕的13年后 世界人权宣言才出炉 在此之前的严刑拷打 只是家常便饭 更有杀鸡儆猴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根据巴西的法律规定 一切合乎常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专家挺身而出 律师索布拉尔·平托 答应替艾伟特辩护 他提出了一个 大家都没有想过的法令 保护动物法第24条645款 这条法律是在艾伟特被逮捕的前一年定下的 他明确规定 住在国内的所有动物都该获得国家的保护 任何私下或公开残暴对待动物的人 都该罚款或遭到逮捕 很明显人也是动物的一种 平托甚至拿监狱的环境 和取缔的农场 屠宰场受虐的动物相比 艾伟特受到的待遇明显违法 他甚至举了一个判例 法官那个谁 把他的马暴力殴打致死 结果有判刑 这场判决不只突破了法律的缺口 更凸显了独裁政权标准不一的问题 也因为 人居然不如屠宰场的动物 这个概念引发重怒 最后是总统本人想抑制负面评论继续发酵 亲自要求艾伟特转送比较人道的监狱 虽然他并没有获得释放 暴政也并没有被扳倒 但他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 看似不完美但至少有了婉转与地 解决最迫切需要的问题 喜欢学习成长的大家 一定对正面回馈这四个字不陌生 像用正面回馈可以强化某一件正在做的事情 而迂回侧镜就是打乱它使整件事情改变方向 就系统面来看 无论是正向或是反向 事情一定会按照一个方向前进 但迂回侧镜就是打乱这个系统 可能让这件事情再也不发生 或是改变循环的形状 拿印度人爱乱扭扭这件事情来说 即使是印度政府也谴责这种不卫生的行为 但还是无法有效阻止大家的习惯 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厕所不足 毕竟在2014年以前 印度有半数的人家没有厕所 尽管在2014年到2020年之间 已经盖了一亿一千万间厕所 大家还是喜欢在公众场所解放 嗯不对 女生还是会想办法找到厕所 所以不是大家 当作者问民众 为什么男人 这么习惯对着公众墙壁尿尿呢 多数人的回答是 这样就是印度 印度就是这样 越多人在公共空间做这件事情 这种行为就会变得越正常 甚至有个名叫清洗印度人的团体 开着卡车 看到随地乱尿尿的民众 就拿水管对他喷水 影片迅速传开 但对于喝止这个行为 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最后墙壁的主人使出一招 在膝盖高度的地方 画有印度神明的方形磁砖 或是穆斯林基督教等等 国家几个大宗教的画像 当墙壁上有了这些画像之后 原本想随地尿尿的人 都会心生畏介 你耕天戒胆 也不敢尿在神明脸上对吧 如果你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何不打入他们的信仰系统 促使他们做出不同的行为呢 后来这个逻辑被应用在印度各个地方 举头三尺有成名 Always watching you 随着做这件事情的人数越来越小 大家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理所当然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 让这个文化慢慢消失吧 如果无法解决主要目标 至少要找到最快能做出反应的方案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类的故事可以说说 那时候最急需的应该是口罩和肝洗手 但当时就算是3M 也只能把产能增加一倍 毕竟扩充产能不是只有新鲜的肝而已 通常会需要更大的地点 额外的机器原物料等等 那么 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是什么呢 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的国际组织 开始征求非医疗健保业的制造商 还有药师甚至医生 协助运用身边可得到的资源 制造检疫的干洗手和口罩 甚至LV集团也带头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后 提供了12吨的干洗手给巴黎39家医院 主要原因是干洗手的成分 纯水 义纯 干油 这本来就是制造香水的原料 所以他们用Dior的工厂把原本蒸馏香氛的金属槽 稍微改一下就能做干洗手 对于精品业来说 这是一个完全不奢华也不赚钱的商品 但他们这么做反而可以让公司多了工艺形象 扭转大家对于精品就是奢侈的感觉 另外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一位巴西人类学和社会企业家 提奥罗查 他创立了CPCD 违避学校制度的非盈利组织 他没有学校 没有事先决定的主题或题材 没有老师 所有的一切建立在日常活动上 运用大众文化来发展教学方式 听起来很理想话 但他利用这个方式在一个贫穷的小镇里 请一位祖母可以协助如何解决镇上市字率低落的问题 这位祖母说 我只是个笨老太婆真的没什么可以教的 政府才该负责做些什么呗 于是他换个问题 那您最擅长做什么呢 我会烤饼干 于是罗查创造了饼干教学法 透过读食谱来代替读课本 教育孩子们阅读及基本算术 并用挤花袋代辟铅笔 虽然这些孩子并没有成为卓越的学者 但这个方法可以有效改向学生的教育水准 这就是温和解决问题 又能运用手边可得资源拓展边界 超赞 一句话简单评价就是颠覆思维 从小我娘就教我做人要诚实 不要欠别人人情 所以对于搭便车和钻漏洞这两个思维 不只是陌生还有点排斥 但书中举例的这几个故事 真的是印象深刻 在法律规则之下 有时候想推动正确的事情 真的比较困难 尤其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 很能体会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 如果掌权的人 特别坚持某种信念 根本无法沟通的时候 就只能先派这四种思维 试着想办法先解决问题 然后忍住冲动别去解决有问题的人 啊这么一想 我现在的生活也是迂回侧境 和退而求其次的混搭模式呢 不是最好的结果 但至少不要让日子过不下去 这种感觉吧 在思想上拥有弹性是很重要的 能让你更宏观的看待全局 并且不会被规则绑死 才有可能突破困境 就在这里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啦 最后喜欢我的影片 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 心有余力欢迎使用加入按钮 一个月75块钱支持我 继续在这里每周推荐一本好书给你 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我们就下一支说书时间再见咯 大家拜拜 其实这些概念用在好的地方 真的是不错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认识身边的人 都常常用在不太好的地方 我身边的案例太少 一定是我的问题 一定不是他的问题 一定是我的问题